那么底下现在是这个get数据 那么我们如果想这个 就是post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post增加一个数据出来 那我们怎么增加 然后底下呢 那我们需要再增加一个叫做add list的一个 相应的那么一个东西 这个呢 算了 我就代码 我就直接往这边考吧 因为敲的话 这个速度实在是跟不上了 我们新建一个 叫做add users ui.js 好 那么我们把这边 我写好的这个代码 我直接拿过来给大家 或者我别直接拿了 我还是敲一点吧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拿fetch.json connect add user 这个从actions里拿出来 这是react 这都反正是大陆货的东西 然后这上面是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底呢 把这个拿出来 好吧 我们也别多考 是吧 那么在这呢 当然来讲 这大家可以看到add user 然后就这叫add user UI 然后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去render 同时把render函数打出来 啊 render函数 我们也搞出来吧 好 我们考出来的都是框架啊 就这个东西在这 大家看 花大家时间在这看 敲这个mei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缺省的这些东西吧 那么好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要提交 我现在如果要提交的话 那我至少几个地方 我得能编辑这东西吧 比如id 后边的话 那是input type等于text的 我要把这个数据拿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还有一个ref 否则的话 我没法知道 它的抓不上来的数据 比如我们叫id 然后这个就是杠 然后给个br杠 OK 那么这呢 我们是一个input input 这里面不要写 让它是非受控控件啊 等回到我们用的时候 往外抓数据就完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这么三个 一个是id 一个是用户 第三个呢 是年龄 好 然后呢 这三个都是test id都不能一样 id这一样就是折子了 name 然后这个地方是h 好吧 然后在这做完了以后呢 这是三个有了 然后底下我们加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的话呢 是input type等于button 然后呢value等于添加用户 然后我们这时有一个onclick 这是这个onclick呢 相当于我们要去定义一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function 那么这个function呢 我们就叫它this 叫我们就叫submit了 一会我们在上面再去做 submit就是提交 bomb的this 对吧 好 这个东西就都有了 有了在这以后呢 这时我们要把这个函数搞出来 对吧 那么首先它应该是什么呢 它应该是个提交的东西 对吧 所以它应该是async的 对吧 所有我们这种 都是asyncsubmit 然后呢 在这儿有一个那什么 然后下面是它 然后在这儿呢 首先我要传一个form出来 就是letform 等于 newformdata 这跟刚才那个是一样 然后在这儿呢 还是formappend append append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三个东西都拿上来 第一个是id 然后后面这就是第四点 咱们拿空间啊 它里面的refs 对吧 点id 点value 对吗 好 那么第二个我拿谁 根据refs是name 对吧 我们要我们name放进去 然后这里面 因为这个根据它refs的名字来啊 所以这个也是name 这第三个是age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把form这个东西整个的准备完成 准备完成以后 底下开始await 调用 它的 是fetchjson 对吧 我们不直接调fetch了 调fetchjson的时候 那么这是第一个是-s-什么 adsur 对吗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因为是post的 我们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过去 await底下给 一个相应的那什么 让这个位置是 这都是两个空格吗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messer的 thod 冒号 杠post的对吧 逗号 然后后面是什么body form form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我该打分号的地方不打分号 不该打地方的分号 有时候经常下一次打一个分号出来 简直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等于提交了对吧 他提交以后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他返回啊 但是返回我没接这个东西啊 这个await什么时候返回 就是提交到那边获得反过来这个ok 我们看一下这个server啊 获得反过来这个server的这个ok 返回的时候 就获得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你在这是add吗 你在这儿获得他的返回的时候 这儿才会返回对吗 才会下去 否则他会把它卡在那儿 然后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adduser adduser就是把刚才 因为已经指 当然我这没看他成功不成功啊 我们就不敲这种细节了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放回到 因为你现在你往数据库提交 数据库就是说往server提交 server也就ok了 但是你本地还啥都没有 你本地并没有更新 你必须要求本地更新 那么本地更新 刚才adduser其实就是干这个用的 那我们在这儿要调容一次adduser 就是this.props.adduser 然后括号 然后里边呢 是一个我们要传进去的东西 这个呢是刚才我们看adduser的时候 这个他的这个action adduser的时候 这是放进的是一个user的一个object 那么我们在这就要初始化一个userobject出来 这个object长什么样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object对吧 那我们如果是这个object的话 就是id 然后是把这个东西再拿一遍吧 对吧 道号 id 这是name 这是h 最后一个地方没有道号 然后上面这两个地方 重写一下name 然后这是h 然后除此以外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做一下收尾的工作 就是你加完了以后 大家希望刚才加的那个东西 到最后 等会儿 算了 就这样吧 这个缩进是不齐的 就这我就凑合这么着了 所以底下这个东西要把它制成空 你要不把它制成空的话 那么后边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这个给人的中复体验不好 所以呢 我就在这再制一下空 好 那我们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你我们看整个的一个思路啊 在这边往里提交 提交完了以后呢 然后在这边 把这个东西再加进去 因为他加进去 他加完这个东西以后会更新谁 会更新里面那个数组 更新完里面的数组以后 数组出来以后 反手 会把它扔给user lease 看见了吗 就是 at lease 在这扔完这个东西以后 会更 他会把数据推送到这边来 这边能出来 就是说 当他加完了以后 我们不用再管 我们只要把数据弄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自然会更新 能够理解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刷 这个地方没引进来吗 我刷 现在呢 这个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各个AA年龄 AA 这是23 出来了 BBB 134 好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办法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两个组件 就是每个组件都跟STAR通信 然后呢 他们的view呢 通过STAR的改变而改变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代码变得 你会发现所有的组件 只要跟STAR通信 并且说跟STAR说 我什么时候能改什么样的数据 第二个就是数据改变了 我应该怎样渲染 你告诉我 就是他把这两件事做通以后 你会发现所有的组件 都是跟同一个Redux的STAR来通信 而他们之间不需要再相互通信了 这个其实来讲是整个GEO的一个过程